大家好 到了下半年 农村家家都种大蒜 由于干旱的原因 我家大蒜到现在还没有种 前九天下了雨 今天我就过来地里种大蒜 接下来我就带大家去看看 我们这里农村的一种种植大蒜的方法 先把地整坪 把地整好 地已经整好了 就是种大蒜 这个大蒜不要种的太深 因为向来就有生葱犬善的说法 大蒜不适宜种的太深 大蒜就要挑那种饱满的 没有虫害的蒜头 这样种出来的大蒜特别的好 产量又高 好了大蒜就种好了 接下来就在上面撒一层草木菲 撒好了这一层草木菲之后 还要在上面盖一层草 有的地方是盖薄膜 我们这里是盖山上的一层草 接下来去山上割一层草下来 割这种陆基 盖在大蒜上面 手里的大蒜的材料不特别的高 好 好了 大蒜就种好了 用这个方法种出来的大蒜 产量特别高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